大师兄,师父让我们来找火药石,可是我爹说,这火药石极为难得,而且又是在火山喷发时才会出现,我们几人虽有请佣兵护送,可是我总感觉此行会有危险,我担心我们进来了就出不去了。 几名女子中的一人小声说,神情有些担忧,几人中较为年长的那名男子则温声道, 不用担心,这次的事情就当是一次历练吧,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出门历练,不用想太多。 另一名女子则道,可是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,为什么师父就不随我们前来呢,若是有什么意外,那…… 几人沉默,一时间无话,那些佣兵听见他们的话,笑了笑。 几位,不用太过担心,我们现在还在火山林的外围,就算是有危险,也是在进入那一圈之后,不过,如果几位觉得危险的,倒是可以到那一圈一带走上一趟后就出来, 也未必要等三个月一次火山喷发潮。 再说了,这火药石也许在周围的某些地方也会有,毕竟每一次火山喷发时,也没人能说都将那些火药石捡完的,你们说是不是啊? 听见下面传来的话,凤九眸色微动,一个念头在脑海中形成,他若自己近邻,还要去找路,而且如果真遇上韩戎时,独自一人,还不如混到几个人的队伍当中去。 这样一来,就算是他再有防备,也一定不会想到他会到别的队伍中去。 这念头一起,他便打起下面这些人的主意,那六名年轻男女看着就知道是门派的,如果要混入他们当中,应该不难吧? 他眸光微动,脑海飞快地转动起来,准备想个办法跟这些人同行,只是要用什么办法呢? 脑海中灵光一闪,他唇边展开了一抹笑意,看着下面那些人露出意味莫名的笑容来。 随着天色渐亮,那些人渐渐灭了火堆后继续上路,而在后面,凤九不紧不慢地跟着,等待着合适的时机,直到他跟在他们在林中走了两天,进入内围后,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。 哦,原来你们家族出来历经的,既然我们都要去火山那里,不如这一路上结伴而行吧。 几名宗门的弟子建议着,因为对方有三四十人,而且有长者带队,实力也比他们强,便想着与他们结伴而行,至少这一路会安全一些。 那个家族的人建议着,他们是四大宗门之一,星云仙宗的弟子,便也新生结交之意。 也好,结伴而行,这怎么说都相对安全些呀。